MING PAO TORON 今天的面試官經常都沒笑過 好,讓我搞一下氣氛 你好,我問你 鯊魚吃的紅豆會變甚麼 紅豆沙 怎麼了?我沒有笑嗎? 小姐,你來見工還是來講動讀笑? 不是,卡卡卡高 我真的很害怕 到時候的面試官好像你一樣 送笨一樣 我又不懂得搞氣氛 我以為是搞好笑話 阿妹,如果我是那個面試官 我應該早就叮走了你 跟你說再見 怎麼會?我這麼囂張 通常求職者太冷淡,太熱情 都會使我們很不耐煩 因為我答不到我們要看求求職者 是否適合這份工作的目的 譬如說,所謂太冷淡 我曾經見過一個求職者 我問他一句,他就是回答我一個字 還是回答是,然後回答不是 我問了四、五條題目 他也是這樣回答我 我頂多給他幾個機會 他如果也是這樣的時候 我就完結那個面試 因為我覺得我再下去的話 都問不到些甚麼出來 我不能夠達至到我要知道 他適不適合這份工作的目的 所以這個是使我很不耐煩的 第二種就是說 他太擁場,太熱情了 曾經有一個求職者 他把他的照片拿出來 之而此類 這樣就是 亦都是說的話很離體 亦都是自己的題目 亦都是發揮很多 亦都是影響了我們最重要的目的 我們最重要的目的就是 要知道 你適不適合這份工作 所以如果你是太擁場 太煩的話 亦都是使我們很不耐煩的 我們最重要的是 很不耐煩的 不耐煩的 那就一個人 可以喝到不耐煩的 還要喝到不耐煩的 頓滿是